新生儿抽搐的原因有哪些? 无预理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新生儿科 新生儿如果出现抽搐 肯定是病理现象 这种情况我们不建议爸爸妈妈 在家里再继续观察了 如果出现经觉或者是意识障碍了 我们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 原因非常多 有的是缺氧缺血性的脑病 有的是脑损害 有的是先天性的代谢异常 有的是低钙 有的是脊血糖等等 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这种抽搐 有一些像抽完了 他的精神还很好 还接着玩 这种情况没有必要过度紧张 但是还是要及时就诊 查找原因 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么如果要是抽完了 OK 该玩玩 该吃吃 那么这种可能是低钙 只是一过性的代谢的问题 但是如果抽的时间长 或者是抽完了以后精神也不好 伴随有发热或者是其他的症状的话 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及时的就诊 因为抽一次对脑子是一次损伤 还是要警惕一下 专家提示 一 新生儿如果出现抽搐 一定是病理现象 二 如果出现惊觉 或是意识障碍 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三 发病原因非常多 比如缺氧缺血性的脑病脑损害 先天性代谢异常 低钙 低血糖等 我们在家里面的脑子 我们在家里面的脑子 我们在家里面的脑子